再来 台湾的李少杰问的 师真好 从小和父母归于密宗 我现年二十九岁 常常会想人生来 到底为何而佛 必宜工作 人际家庭等复杂关系 让我没有办法一直静下来 思考 修行这件事 在我潜意识中 在交付拉扯 一直想轮回的事 也想着如何提升自身的心灵 但我不知道该从何开始 如何去实行 请师尊指点迷津 从小跟父母归于密宗 现年二十九岁 人生来到底为何而佛 佛陀已经告诉我们 仇业 仇是应酬的仇 业是业障的业 你在六道轮回之中 今天得到人的身体 算是好的 因为只有人道能够修行 天道 太快乐了 不想修行 人道 因为有苦 你才想修行 人道 佛陀讲的 你为何而来 就是要消除你的业障而来 叫做仇业 你要懂得 你佛做 就是要消除你自己本身的业障 那么如何去实行 刚刚我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快速消夜的方法 不用轮回往生净土 就是实行 你修释迦行 就是实行 修本真法 就是实行 从何开始 从归一开始 修释迦行 修本真法 就是实行 如何提升自身的心灵 跟潜意识拉扯 我告诉你 人多是有他的习性 会懒惰 会有恶习 懒惰就是 不好的习惯 都是不好的习惯 独 独钱 也是不好的习惯 色情 也是不好的习惯 好吃懒做 都是不好的习惯 我告诉你 实尊就是有习惯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写了282本书 生活中的地址 或者哪一个宗教的宗长 你去看看 谁写了282本书 说法的不算 说法的印诚书不算 用手写的 每天写 哪有一天停止 哪里有一天停止 今天早上我还 今天早上要来这个彩虹山庄 我还在家里写了一篇文章 写到11点 再赶快换衣服 再开车过来 开车到这个 这个雷藏寺 再换这个 连 连 连旗上师开车 再我 连旗法师 载我到这边来 不能脱懒的 我连礼拜天早上我都写 礼拜六更不用讲 礼拜一到礼拜六更不用讲 天天早上写 每天早上固定时间起床 从来没有赖过床 每天晚上我一定要修法 修到两点 我做超度 不敢有一天停止 每天晚上做超度 我今天晚上不做超度 就被鬼抓去了 告诉你 那些鬼在等我 我哪里敢不做超度 我就是这样子 你看多少年 写了多少年 我的人就是非常的勤劳 非常勤劳 你看我有哪一天 我感冒勤甲 有哪一天 我问事情甲 你到现在还在拉扯 在我潜意识中 互交互拉扯 我根本没有拉扯的时间 还拉什么扯 拉扯你就写不好文章 拉扯你就修不成法 拉扯你就不能发画 每天要画画 人家请过达摩祖师 我画了二十个达摩祖师 现在人家要请仙女 天哪 达摩祖师是很粗犷的 仙女是很细腻的 我逼自己要邪 我一定要出轮回 要有这种洁性 要有这种定力 每天晚上打坐 每天做保瓶祭 每天修气 你知道我会 晚上我都会飞行 我跟你讲 我晚上都会飞行 都会飞 为什么会飞 修气啊 你去修成啊 当然会飞啊 靠着气飞行啊 飞机 为什么会飞 靠着气啊 我为什么晚上都会飞 靠着气啊 刚刚 邪飞的时候 邪飞修气的时候 我经常梦见自己 在屋顶上 用脚 一只脚伸出来 踩在那个空的地方 我会不会掉下去 在那边担心 我可能掉下去就死了 结果 好像很轻 而且踩着 是有雾 明明是空气 为什么会有雾呢 会有东西呢 撑住脚呢 然后另一只脚 又过去 又踩 我能够站在虚空之中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会飞 因为你修气 飞机就是靠气啊 我只是靠修的气 在身体里面走 才能飞 所以啊 这个台湾李少姐 定下心来 跟着师尊学 就是实行 你一定会成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